实至报国 英勇奋进我的军旅生涯 抛家卫国 是我人生中最令人兴奋的决定 那一天 英姿飒爽的我踏入了军队的大家庭 心中充满了对祖国的热爱与责任 一身军装 挺拔的身姿 彭扶站在国家的守护者一般 我迎接着军旅的新生活 进入军队 不仅是一次个人的蜕变 更是对家国情怀的深刻体验 英勇正义的精气神 渗透在每个官兵的骨髓中 成为我们共同的信仰与追求 在军旅的道路上 我深刻体会到了团结协作 顽强拼搏的精神 这正是军队的宝贵财富 军旅生活充满了荣耀与挑战 每一次的站岗 都是对自己责任的交代 在寒风中 我始终保持住警惕 随时准备为国家的安宁 守护一方平安 英姿飒爽的背后 是对祖国深深的眷恋 是对家人的思念 更是对使命的担当 军旅岁月 是一段充实而艰辛的时光 在慢慢训练中 我学到了坚韧不拔的毅力 面对困难从不退缩 在激烈的演习中 我体验到了团结协作的力量 每一个战友都如同兄弟姐妹般 共同奋斗 这是一个充满考验与磨练的过程 也是一个收获与成长的旅程 参军不只是为了自己 更是为了家人 为了祖国 在军队的大家庭里 我们齐心协力 共同为国家的繁荣昌盛而努力 每个军人都肩负住祖国的重托 我们怀抱住报效国家的豪情 决心为国家的安宁 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在军旅的道路上 我将努力学习勇敢训练 不断提升自己的综合特质 将军旅精神伸直心间 实时保持对祖国的忠诚与热爱 我深信 只有在不懈的努力和拼搏中 才能为国家的繁荣 民族的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参军光荣 是每个军人骄傲的象征 在军旅生涯中 我将铭记出心 不忘使命 为了祖国的繁荣昌盛而努力拼搏 为了家人的幸福安康而坚定奋斗 英姿飒爽 报效祖国 这是我军旅生涯的庄严誓言 结语 在军旅的旅程中 我深切感受到了责任与担当的重要性 英姿飒爽的每一天 都是对祖国的庄严承诺 而参军生涯 则是我人生中最宝贵的一段经历 在这个大家庭中 我不仅学到了军事技能 更收获了团结友爱 坚韧不拔的特质 军旅是一所无形的学校 每一次的训练都是一堂珍贵的课程 我将铭记在心 努力不懈地学习 不断提升自己 以便更好的履行为国家担负的责任 在团结协作的大家庭中 我将以更坚定的信念 更加昂扬地斗志 投身于为祖国辉煌未来而努力奋斗的行列中 军旅的岁月充满挑战 但也注定充实而有意义 在这个舞台上 我将不辜负自己的决心 坚定前行 不畏艰险 参军光荣 为国家而战更是荣光 愿我们共同肩负其祖国的重任 共同书写属于我们的英勇篇章 为了一个更加繁荣昌盛的祖国 为了那片我们深爱的土地 我们义无反顾 应勇前行